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人 由同精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雕彼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仪空的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阿门 马帝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着上 阴间的权并不能胜过他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神祝福的教会 我们请牧师 我们请大家再一起祈祷 主 我们多谢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祢的存在 有祢的同在 我们多谢祢 因为我们是不配 但是祢仍然爱我们 祢仍然为了我们的缘故 给我们有教会 给我们有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相信教会 我们又相信是一个圣仪公的教会 里面有圣徒的相通 我们真是要全心地学习 究竟主祢给我们的教会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求神祢教导 求圣灵开放我们的心 祈祷奉耶稣的命 阿们 我信圣仪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当然 基本上 我们要相信教会 教会这回事 有时都是很矛盾的 在这十年八年的里面 特别在西方的社会 在美国 英国 这样的地方 特别严重的 就是有很多人都说 我相信耶稣的 不过我又不是很相信教会 有些人说 我是喜欢耶稣的 不过我又不是很喜欢教会 那是很难搞的 很矛盾的一件事 但是也真的有很多人 口甚至这样说出来 有些口不说出来 心里面已经是这样想的了 我相信耶稣的 不过我不相信教会的 我是喜欢耶稣的 不过我不喜欢教会的 特别这样说的时候 意思就是 所谓教会 好像是一个组织来的 教会是一个组织起一些人 成为了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机构 一个组织 而在这个教会的组织里面 所做的事 所发生的事 都不是我们喜欢见到的事 也都不是我们觉得 可以是靠赖的 信靠的一些事 所以有这些人 他们就说我是相信耶稣的 不过我不相信教会的 这个是 当然我们说他们很矛盾 但是同时我们都要反省 究竟我们的教会 是这些什么的教会 甚至严重一点 尖锐一点 想想一下 我们令到教会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 以至这些人说 我相信耶稣的 不过我不相信 又不喜欢教会 所以有很多人 就是自己相信耶稣 不过就不肯去教会了 自己就会选择 有时就是 在电视上面 看看崇拜 在电视上面 看看广道 或者上网去听一下广道 就觉得 我这样信耶稣 就可以了 我不去教会了 但是我们读了圣经 我们都知道 这样是很矛盾的 相信耶稣 但是不相信教会 其实是一件 很矛盾的事 但是当然了 我们说人都是矛盾的了 但是我们又不可以 接受了这个矛盾 就存在就算了 其他东西不要理了 你喜欢去就去 不喜欢去就不去 你不相信教会 就由得他了 没什么所谓了 总之你信耶稣上天堂了 我们知道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使徒信经 在这里写的时候 就再次提醒我们 时时都说的一些东西 就是教会不是作建筑物 教会不单止是一个 我们一起坐在这里 崇拜的地方 教会也不是我们的团契 我们的茶经班 一起见面的地方 教会甚至不是一个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属灵 上面的需要 得到满足的一个地方 教会都会包括这些东西的 教会都是有这些元素在里的 的确又是 真的有一座建筑物在这里 真的也是我们坐在一起 去敬拜读圣经的地方 这些都是对的 不过就算所有这些 放在一起也好 都未是可以说 这个就是教会了 所以教会 就要看回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十八节 主耶稣他自己说 我还告诉你 你是比得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石上 阴间的权并不能胜过他 但是我们呢 就有时不太明白 这句话究竟耶稣讲些什么 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的 一些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耶稣他自己建造教会 而且他很外护他的教会 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 在这里说 这个教会的权并 教会的权能 是大过阴间的权并 阴间的权并 都不可以打低他 不可以胜过他 所以这里讲给我们听 很重要的就是 是耶稣他亲自建立这个教会 而且耶稣令到教会 有这样的权能 权并 就算阴间这么大的 一种的邪恶的势力 都不可以赢到我们的教会 都不可以打低我们的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耶稣所建立的 我们就带着这种的信心 就算在我们有很多矛盾的里面 大家都一起 继续跟耶稣一起建立教会 他仍然成为这个教会 大家想想 魔鬼是不是很厉害 魔鬼是不是很有权能 那也是的 魔鬼的能力大过你和我的能力 但是魔鬼是不是全能 魔鬼是不是全能的 他是可以有大能去做到一些 我们做不到的东西的 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魔鬼不是全能的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但是魔鬼不是全能的 他不是想做什么都做到的 只不过他是做到一些 你和我都做不到的东西的 所以在神的全能的权柄的里面 魔鬼其实是很渺小的 所以我们很相信主耶稣这句说话 他将教会建造在盘石上面 是阴间的权柄 都不能胜过他 所以耶稣是一定赢的 耶稣就好像我们的长胜将军一样 所以就算有些地方我们觉得 不是很相信教会是怎样的 我们不是很相信教会 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 我们所想象中的教会 十全十美的教会 就算你未必在这个世上见到 也都可以甚至肯定点说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一定不会见到 一个十全十美的教会 一个是圆圆全全的 张显神的大能权柄的教会 我们一定不会见到 但是这样也都不能够 是打破我们的信念 就是耶稣的教会 最终是一定是会得胜的 连阴间的邪恶的势力 怎样大都好 都不能够胜过 我们带着这种信念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说是得到一个更大的 肯定和确据 就是教会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不是敬拜的地方 教会不是茶经的地方 教会不是那个地方的空间 其实在福音书里面 记载主耶稣讲教会 只是耶稣讲过两次而已 福音书所有记载里面 耶稣只是讲过两次 提过两次教会 但是耶稣就提到神国 或者天国 就讲了超过有一百次那么多 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说 我们知道耶稣是很着重天国 天国和教会又有什么关系呢 天国又不等于教会 教会又不可以等于天国 但是教会就是从天国而来的 天国就是神所管轻的国度 而在神管轻的国度里面 他就设立了教会 教会就是一个将我们 带到去天国的一个途径 或者是一个工具 但是教会我们又知道 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记不记得我们常常都会想起 教会其实就是人 不是个地方 不是个空间 不是个组织 教会就是人 所以有时我们 人的说话是很有限 我们今早早有人问你 你去哪儿 我回教会 教会就是一个地方 所以你就去那个地方 你就说你回教会 但是其实教会不是那个地方的时候 教会就是人 教会就是你和我 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子民 所以我们要很记得这一件事 虽然我们仍然都会这么说话的 我回去教会了 但是其实呢 教会最真正的意思就是 你和我就是神的子民 我们这一帮神的子民 是神呼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神呼召我们认识了耶稣 跟从了耶稣 跟耶稣的生命呢 是结连成为一体 靠着圣灵 然后我们就聚集在一起来到敬拜 所以教会就可以是说我们一起聚集 但是就正式来说 不是说聚集那个地方 而是当我们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子民 我们就是教会 所以这里说我信圣移公之教会 其实就不是我信某一个组织一个机构 我信不是说信那个地方 而是什么呢 我们信神将我们呼召离开黑暗 进入光明 然后我们聚集一起 敬拜神 荣耀神 你和我就是教会了 那就是说 如果教会是有这样的权柄 连阴间邪恶的势力 都不能胜过教会的话 这句说话放在你身上 就是为什么 所以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的 不是那个教会的空间 一定不是那个教会的地方 而是耶稣说 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的 是神的子民 就是你和我 原来你和我 是有这样的权柄 连阴间的邪恶的势力 都不能胜过你 有没有这样想过 就算魔鬼的势力 多么大 邪恶的势力 多么大 都不能胜过你 当然这个你 不只是单独的你 这个你 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你 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子民 聚集一起去敬拜 但是服侍他的时候 就是教会 所以阴间的势力 不能够胜过的 是当我们 聚集一起的时候 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 我们 不只是你一个人 不只是我一个人 不是我们坐在这里的 任何一个人 而是当我们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 一起学习圣经的时候 一起去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才有这种的神给我们的权柄 以致邪恶的势力 不能够胜过我们 所以教会是这么紧要的 所以基督徒要去教会是这么紧要的 如果你还懂得有些弟兄姊妹说 我自己信耶稣 我心里面信就可以了 圣经说的 只要你是心里相信 尽口里承认你就得够了 圣经没有说你要去教会才得够 但是你不去教会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体验得到 领受得到 耶稣所说的这种 连阴间的权柄 都不能够胜过的这种权柄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吞了你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污染了你 所以我们每个星期日来到教会 在这里敬拜 来到教会 有些弟兄姊妹有参加 茶经班 星期五 星期六 你来参加团契 不只是因为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 而是我们要在这里聚集 而得到这种阴间都不能够胜过的权柄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 为主站得稳 为自己站得稳 所以相信教会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所谓聚集 我们所谓团契生活 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重要的 我们得到这种权柄能力 所以第一样就是 我们要聚集在一起 成为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是一个中数的字 不是只是你自己一个人 不是只是他自己一个人 不是只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们必须要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得到这种的权能 这种的权柄 这个是神的子民 这个就是教会 当然第二个的途径 我们必定需要的就是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敬拜和祈祷 和认识神的说话 我们才会领受到 耶稣所说的这种 连阴间都不能够胜过的权柄 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只是聚集在一起 天天都是大食会 天天都是一起打球 天天都是一起玩玩游戏 没错 我们都仍然是神的子民 你和我仍然是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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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们又未必自自然然 自动就得到那种 阴间都不能胜过的权柄 所以我们必须是要 一起敬拜 一起祈祷 一起读神的说话 一起宣讲神的福音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种权柄 而且这几样东西都必须要有 不是随便做一样的 如果我们随便做一样 就以为我们会得到的 就有些像 有些营养师会告诉你 你偏食的时候 你是不够营养的 你要有平衡的 平均的营养的 你就算 很喜欢读圣经 你整本圣经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 已经读了五十次 一百次都好 你懂得背好圣经 从创世记背到启示录都好 你都仍然可以编食 你都仍然可以 未必得到 耶稣所应许给你那种的 阴间都不能胜过的权柄 因为你偏食 因为你除了读神的说话之外 你仍然需要有敬拜的时间 你仍然需要有团契 和大英姊妹彼此支持的时间 你仍然要有去侍奉 成为主耶稣的身体 他的手 他的脚 去服侍这个世界 去将风音传给这个世界 所以在士图行转移 将42节那里 讲给我们听的就是 当时的信徒聚集一起 他们有敬拜 有读神的说话 有团契 有传福音 有服侍 于是神就将得救的人 天天天天加给他们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平衡的熟灵的营养 他们就体会到 耶稣所说的那种的阴间都不能胜过的权柄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仍然是很偏食的 我是很喜欢查圣经 其他的可以不用做 我都以为可以的 我很喜欢 在敬拜的时候 后唱那些的诗歌 来赞美神 来感恩 但是我又不喜欢读圣经 听牧师讲一下 讲三四分钟 就已经听完 就够了 我们变成了偏食 不够熟灵的养分 这样的时候 难怪 难怪我们得不到主耶稣 所应许给我们那种 连阴间都不能够胜过的权柄 然后我们就向神投诉 神啊究竟你是否是 你说过的算不算 你说有这样的能力 是不是真的有 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为什么人家有我又没有的呢 我们信教会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不单只是信教会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信的是 怎样的教会 不是你自己想出来 不是任何人作出来的 这个是耶稣所说的 什么叫做教会 然后史同信经再说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一个圣结的教会 大家又要再记住了 圣结的教会 不是说那个组织 是一个圣结的组织 不是说那个地方 是一个圣结的地方 好像我们经常都记住 摩西在抗野的时候 听见神叫他 摩西 以前有个牧师 告诉我听 有个笑话 他们整班牧师一起开会 去开会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牧师 他的英文名叫做Moses 他们想整顾这个牧师 哇 那帮牧师这么严重 去整顾一个牧师 他们一起走过 有几个就躲在 那些的矮树的后面 就在那里喊 摩西 摩西 这个牧师呢 他的名字 英文名叫做Moses 中文名真的叫做陈摩西 真人来的 这个我认识他的 当时在加拿大 温哥华见过他 他们躲在后面喊 摩西 摩西 这个陈摩西牧师 谁叫我呢 不见到人 摩西 这里是圣洁的地方 你要脱了一双鞋 脱了一双鞋 圣经真的这么说的 当时摩西真的这样 听到神叫他 要脱了一双鞋 因为这里是圣洁的地方 于是他真的脱了一双鞋 走过去看看 然后那几个牧师 一跳出来 摩西 我们叫你 真的 那个陈摩西牧师 我真的认识他 而且说给我听的 这个牧师 都是我一个 很认识他 很尊重他的牧师 所以他不是说大话 不过他们很頑皮 圣而公子教会 所以不是说 这个地方是圣的 有些人觉得 这个叫祭坛 这个圣餐台叫祭坛 这个是一个圣结的地方 所以我们对这个祭坛 要有一种很特别 很不同的一种的恭敬 可能在旧约的圣殿里面会是 旧约的圣殿里面有陈切饼 是不是 又有那个智圣所 在旧约的里面 这些是很严的 是不可以随便去的 智圣所都是那个大祭址 每年去一次而已 其他人是不能进的 那些是圣结的地方 甚至那个约柜 不能碰碰碰了会死人的 圣经真是记载 有人死了的 因为他碰了那个 不应该碰的约柜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地方 圣结的是什么 圣结的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 是人 所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相信我们这帮信徒 是圣结的 所以保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 他经常都写 我这个保罗神的伯人 写信给在以忽所的圣徒 圣徒而已 圣结的圣徒 就是圣人 所以原来你和我都是圣人 不用等那些天主教 他们说 某某人他就行了神迹 于是我们封了去做圣人 除了他是圣人 一定要死了才做得的 但是你和我 就是生生的圣人 你和我 就不用要 那个天主教的教庭 去封他 我们都已经是圣人 但是重要的就是 我们真的要圣结 我们才可以称为圣人 但是什么是圣结呢 其实圣结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神将我们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 这样的意思 将我们从其他杂质的里面 将我们摆出来 被主使用 成为圣结 被主使用 所以神叫我们圣结的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他要使用我们 成为他的一个合用的器皿 这个就是圣结的最重要的意思 所以千万不要跟自己说 我很多时候都犯罪 我不是有一个圣结的信徒 所以我就不可以去侍奉神 这样想是错的 你可不可以侍奉神呢 有另外的原因 就不是因为 你是不是有犯罪 因为所有人都有犯罪 所以也都等于 我们不可以对着 其他的弟兄姊妹说 因为你犯了罪 所以你不圣结 所以你不可以去侍奉了 没错 那些故意犯罪 或者是持续不断明知犯罪 又继续要犯罪的那些 就是我们要提醒 甚至要警告 但是我们不可以说 因为你有犯罪 你不圣结 所以你不可以侍奉 因为什么 因为信了耶稣的 已经是圣徒 没错 我们都是要继续的成圣 我们继续要在圣结的路上 是成为更加的圣结 但是我们已经是圣结 已经是圣徒 这个是圣结的意思 所以这个圣而公之教会 就是说我们 每一个已经认识了耶稣的人 每一个已经有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人 每一个我的生命 跟耶稣有联合的 好像罗马书第六章 说我们跟耶稣一起 是和死和埋葬和复活的 这样的人 我们就是圣结的人 不是因为我好 不是因为我没有犯罪 而是因为我和耶稣的生命 有联合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圣结的人 在耶稣的里面 你已经是一个圣结的人 但你就要珍惜这种圣结 继续过圣结的生活 就不可以说我已经圣结了 于是我为所欲为 犯什么罪都可以了 没问题了 因为我已经圣结了 我们知道这个变成歪理了 很简单的 你掃地要吸尘 弄干净了 你知道你不会 永永远远 不用再掃地 不用再吸尘的 因为是会再骚髒的 所以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 我们已经成为了圣结 但是我们要继续去维持这个圣结 这样我们就成为 圣而公之教会 那这个公是什么呢 有时候很难明白的 那些中文 圣而公之教会 那是不是我们个个都应该去圣公会 那不是很对的 那英文呢 如果你有读过《使徒信经》的英文 更难搞 英文它说 I believe in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呢 这个字通常我们摆在哪里用 天主教 叫做Catholic church 那是不是我们不对 是不是基督教不对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成为天主教才对呢 又是很难搞 那些字的问题 我刚才都说 我们用的字 令到我们很有限制 令到我们思维很迷茫 很混乱 所以圣而公之教会 不是说我们个个要去圣公会 我们这个是Holy catholic church 这个Catholic 这个公字 不是天主教 所以千万不要走去天主教 我是以前在天主教里面走出来的 你不要回头走去天主教 这个公的意思 就是说一个普世性的意思 普世性的教会 教会不单止我们这个本地的教会 教会是普世性的 所以教会不可以 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这个地方 而是要继续的延伸出去的 也就是说 其他的教会 虽然有不同的宗派 但是我们都是一个 中文叫做大公教会 有些像中文所谓大同 这个大公教会 就是说就算有不同的宗派 有一些不同的神学的思想 只要都是符合圣经 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大公教会的 其中一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传开 以至这个大公教会 是不断的延伸 这个是大公教会的意思 而这个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 就跟我们所说的 我信圣徒相通 是很有关系 很有联系 什么叫做圣徒相通 这些字是可能我们平时 不会在我们日常的 聊天里面用的字 是相通 那怎么是相通呢 通商我们就知道 通商就是大家做生意 那相通就不同了 相通你有两个意思 很简单的 其实第一个意思就是 有一种团契生活 相通就是一种团契生活 相通就是 我们大家的信念是同一的 我们的信仰是同一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的信仰 所以我们有那种团契生活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大公的教会 这个相通其实那个意思 本身就跟我们平时所说的 所谓那个团契 就是同一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 相信圣徒相通的时候 我们就相信 我们是一个有团契生活的 一帮的信徒 这个团契我们有时也是 团契是什么呢 加南团就团契 马拿团又团契 肥立比团又团契 我们一想 这个就是一个组织 一个单位 教会里面的一个团契 就是一个单位 但是其实 言语又是限制了我们 那个团契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团契 团就是走在一起 一帮人叫团 契 就是那个契合 契通 互相分享 同一信仰 那个团契是这样的意思 在希腊文本身 那个团契 那个字 其实呢 那个意思就是 我们是伙伴 是拍档 就好像呢 真的有些 像通商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签合同 就是说这个合同 我们大家都承诺 大家都有份 我们大家一起 在这个合约里面 所说的东西 我们有份 还有得到里面 所给我们的 那些的好处 那些的得益 那个团契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相信 圣徒相通 就是说呢 我们相信呢 因为我们 都是每个人 跟耶稣的生命 有联系 所以 我们的生命 都有联系 所以基督徒 是不可以 做一个的 孤独的 孤单的基督徒 其实就跟 刚才讲教会一样 我不可以 自己一个人 做教会 教会就是 我们走在一起 神的子民一起 所以圣徒相通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圣经是这样教 当时的人 他写出来说 我信圣徒相通 我们就一定要 在教会的里面 不单只是 星期日来崇拜 而且我们还要有 跟弟兄姊妹那种的 相通团契的生活 彼此的支持 彼此的学习 甚至叫做什么 彼此的依赖 大家有得 互相的倚靠 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倚靠什么 倚靠大家一起 去研究圣经 因为我知道 我一个人研究圣经 是没有可能明白的 我一定要跟其他人 一起去分享讨论 这样才会明白 所以我们需要 有这种的团契 当我可能想错东西 当我可能行错路的时候 有我的弟兄姊妹看到 她会提醒我的 她会告诉我 神的说话 是这样说的 你有没有留意 你需不需要反省 你会不会走错了路 要有人提醒我们 人有时自己走错了路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走得对 我以前在肯培拉住的时候 我住在那个地方 出去教会 我已经研究了 哪一条路应该是最快的了 有一次我的车死了火 教会有一个弟兄 来车我出去教会开会 他就走那条路 他说 我知道有一条最快的路 我就带你走那条最快的路 但是我家去教会 我应该熟路过他 我真的知道 我走那条路应该是快过他的 而且事实都是 我通常 由我家去我教会 都是20分钟 但是他就说 他带我走一条 他知道是最快的路 不过我们终于走了30分钟 如果他真的走到一条15分钟的路 我都肯听的 他指证我什么好事呢 我将来回省下10分钟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都是一样 如果有人可以指证你 走回圣经的路 必定要听 而且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有人帮我们 这样指证一条路 让我们不要走错了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圣徒相通 第二个意思就是 彼此相爱 这个其实都不用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 圣经讲这么多 主耶稣讲这么多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彼此和互相 这四个字出现了几多次 提醒我们要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关顾 彼此相顾 彼此的勸面 彼此的支持 圣经讲到无数 这么多次 在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 结果会是怎样呢 结果我们就不是教会了 因为约翰福音的第13章 主耶稣他和我们自己这样讲 他说 我刺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是我们的门徒 你们是我的门徒 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周围的人就知道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那反过来说 耶稣没有说 但是已经说了 即是说如果你们 没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不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即是说 他不会知道 你是耶稣的门徒 即是他不会知道 你是基督徒 即是他不会知道 你是信耶稣 因为他在你身上 见不到耶稣的爱 其实有一件事 我想了很久很久 耶稣说 我切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叫你们彼此相爱 明明旧约 已经叫我们要 爱人如己 要爱我们的轮舍 好像爱自己一样 爱这件事 讲了很久很久 旧约的里面 已经讲了几千年了 为什么到耶稣 他现在要来说 我给你一条新命令 有什么新呢 爱自古以来 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教的 为什么又要新呢 新在哪里 新在何方 新是因为 以前是爱人如己 我怎样爱自己 我就怎样爱人 爱你的轮舍 与同爱自己 我这样爱自己 我就这样爱你 所以有些人说 我都不是很懂爱自己 所以我就不懂爱你 没问题 我对自己都是这么严厉 对自己都是这么坏 所以我对你坏 正常 你吵什么 但耶稣就说 不是 你搞错了 这条新命令 新命令 你要怎样给此相爱 耶稣说 我怎样爱你 你们就怎样给此相爱 你自己说 耶稣怎样爱你 为你死 所以我们要给此相爱 是要做到肯为人死 当你死不死 是另一回事 可能不用死 不过你要肯为他死 耶稣说 耶稣真的为了你死 就是你起码要有那个心 不过不是可以口说的 所以是新的命令 所以你说 我信信徒相通 我信信徒相通 就是说 要被此相爱 被此相爱 好像耶稣爱你 以乎所书就说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死 是这样爱 耶稣是这样爱你 你都会说 耶稣 你也可以 我不是你 你也可以 你就做 为什么要我做 你是耶稣的门徒 那门徒就是学老师 所以这个是你的目标 就算你说 我今天不行 我明年都未必可以 不过这个是你的目标 你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社会里面 这个世界上的人说 我信耶稣 不过我不信教会 我喜欢耶稣 耶稣是一个好人 不过我不喜欢教会 他们很矛盾 但我们自己都要想起 我们令到教会 成为一个 怎么样的教会 以至那些人说 我喜欢耶稣 不喜欢教会 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因为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现在这个社会 变迁得这么快 有时变成 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都搞不定 究竟这个世界 变了怎么样 我们总之是知道 世界变 变成什么呢 有时我们都追不上 但我们真的要想 这个世界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社会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作为教会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才可以成为 神的国的一个工具 一个途径 一个见证 将人带到耶稣那里 将耶稣的爱 带到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们作为教会 要怎么样生活 我们作为教会 要怎么样侍奉 这件事 我们真的要一起去想 一起去祈祷 一起去寻求 上个礼拜 我们教会的 我们的办公室的主任 Susan 大家都见过Susan 她突然间买了一份报纸给我 说我认识她这么久 第一次买报纸给我 她说我特意买这份报纸给你 因为那个头版 头条新闻 你一定要看 她说 我后来回家看了 她那里讲到 这个Uniting Church 这个联合教会 这个联合教会 一向是很重视社会的服务 所以有很多的老人院 疗养院 那段新闻说 这个联合教会 现在失去了耶稣 她就访问 这个联合教会里面 负责这些社会服务的负责人 他们这个服务机构 不用联合教会的名字 只是用Uniting 联合教会就是Uniting Church 他们的招牌 只是用Uniting 就是联合 没有了教会的字 有一些他们联合教会的会友 就发觉 那怎么办 我们是教会 我们一定要讲 我们是教会 我们要将耶稣介绍给人 但这个负责人说 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对教会 对耶稣 都有一种 不太好的印象 尤其是很多教会 有这个戀童问题 贪污腐败 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 一听到教会就害怕 变成我们这个服务机构 没办法服务他们 他们见到我们 就掉头走了 所以我们将这个教会的字 剷掉它 将耶稣不要说 那他那个动机 是很好的 所谓很Noble 因为我们要服务那些 甚至不喜欢教会 甚至不喜欢耶稣的人 我们写了这些出来 他们就走了 我们服务不了他 你觉得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个问题就是 我们真的要想起 我们令到教会 成为一个 什么教会 我们祈祷 主要联敏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究竟 使到教会 成为什么教会 我们将你的教会 变成什么的教会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有 亏欠的地方 但我们愿意 顺服 我们愿意 祈求 愿意 欠卑 我们愿意 聆听 你的声音 我们愿意 亲近你 知道你的心意 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有这样的心意 我们要行动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反省 求神 你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作为 你的教会 我们要成为 这个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 我们要向人见证 你的爱 你的荣耀 主要带领我们 我们这个中央赠讯会 策划明年 2017年 我们的工作 我们个别 我们作为你的儿女 作为你的跟从者 作为你的门徒 我们在2017年 我们要怎样 见证你 侍奉你 主要求你 引导 帮助 祈求祷告奉 祈求耶稣的名 阿们